大家好,我是林姐妹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跟我一起研讨本周的来跟从我 那本周来跟从我的进度呢是在创世纪的37到41章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从上个礼拜的研读呢 我就继续的研读下去 那我发现,诶,我看34章,35章,36章 可是他不在这次的进度 那这一次研读的内容呢 是我们是要学到的是关于那个雅各的儿子 特别是他最钟爱的拉杰所生的儿子 约瑟 约瑟得到他父亲很多的爱 很特别的对待 但是呢,他还是遇到不幸的事情了 嗯,嗯,特别是有时候这样不幸的事情 嗯,好 所以,虽然,嗯,约瑟是一个雅各这么疼爱的孩子 可是他还是遇到不幸的事情了 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的好人 有时候也会遇到不幸的事情 那人生这样的经验真的是比比皆是 那当然约瑟就是一个例子 那他继承了呢,神与他祖先所立的圣约 但是他的哥哥都很憎恨他 所以把他卖到别的地方去当奴隶 那他被卖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妻子又想要亲近他 但是他坚守正义 拒绝妥协 因此呢,他又被关入煎熬里面了 好像说他越忠信 他经历的困难就越多 但是这所有的逆境 并不是都是出于神对他的不认可 之始至终呢,约瑟都有耶和华与他同在 所以约瑟的生平 他就彰显了一项很重要的真理 这真理是什么呢? 就是神不会离弃我们 好,那乌西多会长在2017年10月的 回家的渴望的这篇演讲 他也说到说 的确跟随救主并不会移除所有的考验 然而这会移除你与天父想赐给你的帮助之间的各种障碍 所以他会与你同在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看到 就是一些困难考验的时候 或障碍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心生感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约瑟他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的 好,所以呢,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三章的经文 一个是在37 一个是在39 一个是在41 看经文对约瑟的遭遇有什么样的描述 好,首先在37章的时候呢 从第二节开始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童子,与他哥哥的妾皮拉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 以色列原是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约瑟做了一个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捆何架 我捆起来 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 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 看啊 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向我下拜 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 他父亲就责备他说 你做的这是什么梦 难道我和你母亲 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地 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他父亲就把这事存在心里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谈到说 约瑟其实是两个在年长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所生的儿子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疼爱他 疼爱他的程度呢 超过远远大于其他的孩子 所以当然这个部分造成了其他的孩子 对这件事情的不高兴甚至恨这个弟弟 好 那另外呢 就是呢 他又会把哥哥们的恶行向父亲告状 然后看到这里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这是一个料白啊 就是一个爱告状的人 爱打小报告的人 我觉得难怪人家会讨厌他 可是我又后来我又想到一件事情是 当他的哥哥已经做到恶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任何的家族里面 如果有子弟有这样的恶行 不被管束的话 那将来会造成的是整个家族里面很大的影响 这个家族可能就因为这样被情妇了 因为他们的恶行导致了其他的可能的家族对他们的惩罚 或是整个国家的统治对他们的惩罚 那当造成这样的时候 这个家庭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约瑟是一个正义的人 如果约瑟是一个正义的人 他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爸爸 其实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 那当然这些不做好事这些人 对别人的给他们的反应就会不舒服 那这也是可以了解的 那再来就是他做的这些异梦 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梦 然后梦中我应该说做了两个梦 其实都梦到的是他将来会统治管理他的哥哥 因为其他人都向他下拜 那这当然又造成他哥哥更大的不舒服 只不过呢事情将来就还是会这样 因为他的行为的确比他的哥哥们正义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再来看到 到底他跟他的哥哥有什么不同 那经文呢就后面就有讲到说 有一天他哥哥去牧养的时候 爸爸就告诉他说 那你去找哥哥这样 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那我会从十八节开始念到二十八节 那他去找他们的时候呢 这十八节说 他们远远的看见他 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 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彼此说 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 来吧 我们将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 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吕变听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 又说不可流他的血 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 不可下手害他 吕变的意思就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 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 把他丢进坑里 那坑是空的 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来吃饭 举目观看 建有一伙米店的以食玛利人 从鸡链来 用骆驼 驼着香料 乳香 墨药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弟兄说 我们杀我们的弟兄 藏了他的血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食玛利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骨肉 众兄弟就听从了他 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 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下来 讲定二十色克勒银子 把约瑟卖给以食玛利人 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好 所以呢 这些哥哥呢 真的是对他那么不喜欢 所以首先是想要杀他 好 但是呢 那个吕变呢 就一直想要保护他 好 所以吕变就想要向他们求情 那就说不可杀他 所以他们就又把他放在坑里面 好 最后呢 又改变主意 把他卖了 好 卖给以食玛利人 好 最后呢 他就被卖到埃及去了 好 所以呢 去了埃及做了什么 就变成人家的奴隶 OK 那卖到谁家呢 就刚好卖到一个 卖到一个官员的家 然后那个人叫做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奴啊 卖他为奴 所以呢 他的被卖去的那个主人 叫做波提法 那波提法呢 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那他又讲 当他被卖到那里去的时候呢 对这件事情 就是经文对他被卖到主人家 究竟有什么样的描述呢 从39章的我要先念第二节到第六节 他是这样说 他说 约瑟住在他主人 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 百事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 所办的 竟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侍服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里 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侍服 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一概不管 好 所以呢 这里呢 就讲到说 耶和华与他同在 好 与他同在 所以呢 他一切的事情都亨通 好 所以他受到很多的祝福 而且不仅他自己受到祝福 他的主人也受到祝福 好 所以不管是他的主人的财产啊 田产啊 或是一切的东西呢 都蒙耶和华的四福 家里跟田里的一切 所以呢 既然这个 仆人可以 或是这个奴隶可以把他的家管得这么好 所以主人就把一切都交给他 OK 除了他自己吃的饭 还有他的妻子以外 一切就交给约瑟来管理 所以讲到这里其实我很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要 应该要学习的原则 就是我想第一个约瑟一定有他很厉害的才能 所以他不管做什么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想到的是第一个我需要加强我自己的专业能力 可以把事情做好 第二个我想的事情是他的中性 我想是因为他的中性 所以耶和华一直与他同在 所以他做的事情就都亨通 所以主人才会可以这么信任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 然而这一切好景并没有存在太久 原因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也就是说他长得帅啦 那这件事情呢有什么影响 这件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慕送情给约瑟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 看啦 好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以前的那个精通经文 他说看啦 一切事物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 所以约瑟呢就义正言辞的告诉他主人的 太太说不行 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混在一起 特别是跟你发生这些性行为性关系 但是呢 这个妻子没有停下来 所以后来他天天来与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再一处 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妇人就拉着他的衣服说 你来与我同情吧 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 跑到外边去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 跑出去了 就叫了家里的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他带了一个西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 要戏弄我们 他来我这里 要与我同情 我就大声喊叫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 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 跑到外边去了 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 等着他主人回家 就对他如此说 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个西伯来 仆人进来要戏弄我 我放声喊起来 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 跑出去 好所以呢 他主人的太太 好 他主人的妻子 一直想要与他有亲密的关系 但是呢 约瑟一直不宠 所以呢 再有一个就是约瑟因为把衣服掉了他以后 他竟然去诬告他 好 去告 告他 告诉他的先生说 是他想要来侵犯我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而这个主人也没有查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呢 结果就是 好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 他就生气 把约瑟下在间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 好所以呢 本来是一个亨通 主人把一切都给他管的人 主人把他下到监狱里了 所以呢 他就在那里被关了对不对 但是 但是 同样的事情又在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经文怎么描述这个部分 经文又说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 私欲就把间里的所有囚犯 都交在约瑟的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欲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 都尽 尽都顺利 好 一样又来了 就是 我想 还是要再提一下 一定是他的正义 所以神与他同在 所以他办的事情又很顺利 所以呢 私欲又把所有的 一切的事情 都交给了约瑟来办 那当然呢 有一天他就遇到了两个恨 特别的囚犯 就是埃及王的酒阵跟散达 好 他们两个同时被关了进来 那有一天他们两个 就是他们两个就很愁苦 因为两个都做了一个梦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 约瑟就帮他们解了梦 但是其中有一个 两个人的梦 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不好的 一个就被杀了 那一个会重新回复他的 回复到他的官位 所以那个时候约瑟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回复到你的官位呢 那请你 记得我要帮我 提出监狱来 让我可以有自由之身 但是呢 这个酒阵回去被 提回原来的位置以后呢 他就完全忘了这件事情 直到有一天 埃及王也做了一个梦 那埃及王想要找所有的人 来解释这个梦 都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说 哦 约瑟帮我解了这个梦 所以他才去跟埃及王说 那这个是在经文的 四十一章 好经文的四十一章的 从第九节开始 他说 那时九正对法老网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 从前法老 脑露成仆 把我和善长 下在 护卫场 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我们两人同业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 同着我们有一个 西伯来的少年 是护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 他就把我们的梦 圆解 是按着个人的梦 圆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 圆解的成就了 我官父圆子 善长被挂起来了 好 所以他跟法老王 法老王解释了以后 法老王当然就 赶快请他来 好 这个是在 在那个 对不起 法老 睡 睡及差人去找约瑟 他们便急忙 带他出间 他就剃头 刮脸 换衣服 进到法老 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 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见了梦 就能解 约瑟回答 法老王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那当然就是 他解得很好 然后除了解得很好 然后除了解得很好 把这个梦境解完以后 他甚至还提出建言说 这该怎么做 因为会有七个丰收的年 然后七个荒年 所以他就建议法老王要把这个七年丰收的这些骨子都收集好 然后那个可以预备去应付后面的七个荒年 好 那 三十七节到四十五节 那法老王就 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即将这事都只是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 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马衣 又把金链戴在他的景象上 又教约瑟坐他的副车 贺道的在前呼叫说 跪下这样法老 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 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 不许任何人擅置办事 法老四名给约瑟叫 撒波纳厄巴内亚 又将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寻行埃及地 好 一样的 又到埃及王的面前 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就是 神还是与他同在让他可以解这些梦 所以呢 同样的 法老王又把埃及的一切交给约瑟管理 因为认为他有智慧 而且又有神的祝福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部分 很特别的部分就是 约瑟一直一直都有神的引领 那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想这个不是他的聪明而已 我就想到一节经文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OK 所以呢 似乎看起来一开始呢 好运皆二连三地跟约瑟擦身而过 可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神一直都没有遗弃他 所以呢 可以看到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神在考验的时候 仍然会 就是他可以感觉到主的同在 我想第一个就是 像伯迪法的老婆想要邀请他来 违反真结律法 他都没有 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行为正义的人 但他看到哥哥的恶行 也会去想要告诉爸爸来想办法阻止 所以我想他一直即便他的主人交给他所有的一切 他都是一个依照神的指示 神的启示去办事的人 所以应该就是一个怎么样讲 不会愉悦的人 即便神给他这么大的亨通 这么大的祝福 他一向是一个谦卑的人 而且他在结盟的时候 他也说这个是 结盟是在乎神的 是神给他的能力 他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 看看就是 是不是我们也遭遇到考验的时候 觉得神离弃了我们 那其实 约瑟的生活就像我们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很多的事实上都亨通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发现 我们会有一些考验跟不顺利 甚至会在人生的低谷 可是这个都没有关系 像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4章18节 就这样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这是神的应许 然后罗马书的第8章的28节 是这样说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这重点是 我们要爱神 也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益处 然后阿尔玛书的36章的33节 它是这样说的 我而希拉曼啊 看啊你还年轻 因此我恳请你听我的话 向我学习 因为我确实知道 凡信赖神的 在他们考 在他们的考验 他们的灾祸和他们的苦难中 得到支援 并在末日被告据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需要信赖神 而在家和圣约的121篇的 7到8节是这样说的 我的孩子 愿你的灵魂平安 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 不过是片刻 然后 如果你好好持守 神必提升你到高处 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定 好所以呢 我想 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 是神绝不会灵弃我们 第二件事情是 我们需要信赖他 然后保持我们的忠信 而在2019年的10月呢 陶德克里斯多长老讲到 圣徒的喜乐里面呢 首先我要分享的一个部分是 他有提到 罗素纳尔逊会长也谈到 喜乐是什么 会长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感受到的喜乐 并不在于生活的环境 而是在于我们生活的重心 我们若将生活的重心 放在神的救恩计划 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 那么无论发生什么 或没有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感到喜乐 喜乐来自于神 也因神而来 对后期圣徒来说 耶稣基督就是喜乐 圣徒指的就是 圣徒指的就是透过洗礼 来定立福音圣约 努力跟从基督成为他门徒的人 因此圣徒的喜乐 指的是变得像基督一样的喜乐 是遵守他诫命而来的喜乐 透过他而克服 忧伤和弱点的喜乐 以及像他那样去服务时 所带来的喜乐 但是当然有的人 就像那个古代以色列会抱怨说 侍奉神是突然的 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万君之耶和华面前 苦苦栽戒有什么益处呢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快乐 是的 行恶的人得见利 是的 试探神的 却得 却得 解救 所以他就会说 好像去遵守神的见面都枉然 因为 好像这些人都没有得到什么益处 都苦哈哈的 反而是那些狂人啊 行恶的人啊 试探神的人 又快乐 又有事业 又好像被解救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 他的回答是 主说只需要等到我所定的日子 那时你们必将善人和恶人 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辨出来 二人可能会有一时的快乐 但那总是短暂的 圣徒的喜乐是持久的 神又正确的眼光来看待万物 透过他的诫命 与我们分享那样的眼光 以便有效引导我们避开城市的陷阱和坑洞 迈向永恒的喜乐 千知约瑟斯明就说了 他说神的诫命是用永恒的角度在教导我们 因为神看我们好像我们就在永恒里 神住在永恒里 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 那遵守主的诫命会让我们更充分 更容易的感受到他的爱 这宰而小的诫命道路 这宰而小的诫命道路直通到生命树 生命树和树上的果子是最甜美的 比一切都令人渴望 并且代表着神的爱 能使灵魂充满无比的快乐 救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所以这个喜乐跟我们一般 在谈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或是那个兴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需要去细细体会那种被爱的感觉 是那种被保护的感觉 是那种被祝福的感觉 但是呢我们也要说 即便我们遵守诫命 还是可能会有考验跟悲剧打动我们的喜乐 但是我们如果靠着救主的帮助 努力克服这些挑战 就可以保有现在的喜乐 也可以期待有更多的喜乐 因为基督的确向他的门徒保证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只要转向他 服从他 紧紧跟随他 考验跟忧伤就会转为喜乐了 好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说 圣徒不会有考验 所以我们再来就要讲到一个考验的例子了 在1989年 杰克·卢斯敦他那时候在担任美国加州耳丸船道部的会长 在一次家庭的旅行当中呢 他在加州海岸进行人体冲浪的时候 一次大浪就来了 使他撞到海里的胶石 他的脖子断裂 脊椎受到重伤 杰克后来说 撞到了那一刻 我就知道自己瘫痪了 他再无法说话 再也无法说话 甚至无法自行呼吸 所以随后的23年 他的妻子乔安 成为他的主要的看顾者 但是乔安引用《摩尔门经》的记述说 神在他人民受苦的时候眷顾他 减轻他们的负担 他说我在照顾我先生的时候 其实心里都感觉很轻松 因此他觉得很神奇 那杰克的呼吸系统 经过调整以后呢 就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而且不到一年 他就被召唤担任福音教义班的教师 和支联会的教长 这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一个很没有办法了解 跟想象的事情 他既然是一个不方便 是一个瘫痪的人 他到底可以怎么样做这些事情 所以卢斯敦弟兄在给予祝福的时候 就会有另外一个圣职持有人 把他的手放在接受祝福人的头上 而且在整个祝福的过程 会支撑他的手跟背板 那他做这样的事情 不是一年两年 他现身服务22年后 才在2012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去世 那有一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到他说 我们一生中都会遇到问题 这是活在世上必经的一部分 有人以为只要宗教信 有宗教信仰 或是对神有信心 就会得到保护 不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认为重点是 只要信心坚定 当那些不好的事发生时 而且他有说 那是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会有能力去处理 我的信心从未动摇 但他并不代表我不曾沮丧 我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 被逼到极限 完全无路可走 因此我转向主 而直到今日 我都可以感觉到 油然而生的喜乐 所以对很多人来想 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 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身体有这么大的不方便 而且他的老婆需要 一直照顾他 可是他说他有感觉到喜乐 好 所以呢 要记得 他的困 这些事情 其实他的困境跟痛苦 仍然在 可是他说他有喜乐 那讲到这里 我又会想到另外一个演讲 就是贝纳大卫长老曾经说过 你有不被治愈的信心吗 通常我们在教会 每一次都是因为我们祈求得到答案 我们生病得到医治 所以我们的信心被增加 那万一有一天我们的病没有被治愈呢 那我们还有信心吗 这就是贝纳大卫长老要给我们的挑战 然后他在那个淘德克里斯多长老的演讲里面 他就继续讲到说 救主促使我们的不死 在 从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 这件事情上找不到喜乐 然后罗斯大卫长就谈到救主的书 对他就说 耶稣基督在一切世上都是我们最崇高的典范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想想看我们的救主忍受世上最痛苦的经验 也要专注于喜乐 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是什么 这当然包括了 竭尽医治和适与我们力量的喜乐 还有为所有悔改之人 偿付罪恶代价的喜乐 使你我能够竭尽配衬的回到天家 与天上父母和家人同住的喜乐 好 然后他就说 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是什么 对神的喜乐是这么高 是他要医治我们 他为回改人偿付代价 为我们带我们回天家 和其他的家人团聚 而我们的喜乐应该是什么 是协助救主 进行救赎施工所带来的喜乐 他说身为亚伯拉罕的 后代子孙我们要参与协助地上所有的家庭 我们要参与协助地上所有的家庭 能够蒙的祝福 及福音的祝福 那是救恩的祝福 及永生的祝福 我们在家会中彼此福物所结的果子 那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喜乐的一部分 甚至感觉到气馁或压力时 只要我们专注于取悦神的喜乐 以及成为神的儿女 为我们弟兄姐妹带来光明 安慰幸福的喜乐 我们就能有耐心的施助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演讲 这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专注在哪一些地方 当我们有痛苦 但是我们的喜乐是什么 不是拥有更多的财产 当然拥有更多财产 我们会比较可以安稳的过生活 但是这不是我们喜乐最大的一部分 我们喜乐最大的一部分 应该是我们在神国的前进 以及帮助别人在神国的进步 好 那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的喜乐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的喜乐是什么 那很显然的 约瑟的哥哥的喜乐 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他们充满了嫉妒 约瑟的哥哥们的仇恨 任何嫉妒导致他们犯了什么罪呢 那刚刚一开始他的哥哥要杀死他 后来把他卖掉 然后呢 他的哥哥卖掉他以后做的事情 还做了什么 他们还 就是还把他的 那个衣服撕裂 然后呢 上面还染了动物的血 交回去给他爸爸 然后让他的爸爸以为 他真的被野兽杀了 所以让他爸爸非常的哀痛 好 这个就是他的哥哥 那对嫉妒这件事情 那个 切佛瑞后人长老 他做了以下的教导 他说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生当中会有某些时刻 看到别人获得意料之外的祝福 或是接受特别的保养 能否请大家 当好运降临到他人身上时 不要心里不舒服 也绝不心生妒忌 当别人多得的时候 我们所拥有的并不会减少 此外 嫉妒是一种人们会以犯再犯的错误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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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幸降临到我们身上时 我们会有点痛苦 但是当一切好运降临在我们认识的每个人身上时 嫉妒却让我们痛苦 每当身旁的人快乐时 你就生闷起 恐怕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吧 这是 在2012年4月葡萄园中的 葡萄园里的工人这篇演讲里面 结婚赫 结婚赫伦长老提到的 所以 如果你是约瑟的哥哥 你会做什么来避免破坏你的关系呢 好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想想 如果我们有嫉妒别人的想法的时候 第一个是不是减少那个不必要的感觉 就像那个赫伦长老说的 其实别人的东西增加的时候 我们拥有的并不会减少 只不过我们一直想要拥有比别人更多 想要呈现自己比别人更好 好 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会想到 就是他们的爸爸似乎对孩子们不公平 也许他们也可以软软的回答 去告诉爸爸说 爸爸你可以多爱我们一点吗 而让这样的嫉妒的情况 也许可以有稍稍的改善 所以也许这个嫉妒就会有所改变 当我们不再嫉妒的时候 这些状况也会好一点 那我们也会受到祝福 OK 那不过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至少他们没有把他杀了 他还保留生命 我想如果他们要杀的话 神还是会保全他的 好 再来呢 我想要谈的一个部分是在 后面这个部分是在37章 然后40章跟42章 好 这个比较要讲的是 当然约瑟也一直有苦难 但是每一次苦难当中 似乎他都获得了一些启示 获得了一些协助 让他可以脱离那样的险境 然后大卫贝纳长老就教导说 教会会以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启示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 例如包括梦境 意象和天上使者交谈 以及灵感等等 就是在2011年4月他的启示之灵里面 讲到的 那这几段经文都有讲到就是 梦境 那梦境的解释是什么 所以第37章的5到11节 那这个是几乎都是我们都念过的 这个就是他说 这个就是他说那个 他不是有讲到 他说我的 他们在捆那个河架 然后他的捆 他的捆起来站着 可是哥哥的捆呢 是围着他的捆下拜的 或甚至他后来有看到一个就是 太阳月亮跟11个星星向我下拜 看起来是他的爸爸妈妈跟他其他的11个哥哥这样子 好那另外呢就是在那个40章的1到8节 40章的1到8节是这样说的 OK 这是以后 埃及王的九镇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 法老就恼怒九镇和善长这两层 把他们下在护卫场长府内的监里 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 约瑟变侍后他们 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 被囚在监狱 知埃及王的九镇和善长 二人同业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到了早晨 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见他们有仇闷的样子 他便问法老的恶臣 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福利的 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他们说我们各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好所以呢 虽然他可以解梦 可是他会说解梦 解梦是什么 出于神 OK 应该可以这样讲 解梦是出于神的应许 或是出于神给我的启示 或是出于神给我的力量 也就是说我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切的能力是来自神的 那当然他就解了他们两个人的梦了 所以呢 四十一章也是刚才我们有念过的部分 就是那个 那个九正有先跟法老王讲 就是那个第八节有讲到说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不安 就差人召集 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解围 然后那个时候 九正才跟法老王说 啊之前是谁解了他的梦 然后刚刚我们有念到 就是因为约瑟 梦解的很好 然后又给他的法老王一些建议 所以 然后 而且其实 在讲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也很重要 他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到 回答法老 所以这能力呢 不在乎我 好 这个能力呢 不是出自我自己的 解梦出于神 所以他也很谦卑的把荣耀归于神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正确的态度 有时候呢 我自己都会忘了 常常会以为 我在事业上的成功是 因为我自己的能力 殊不知 神其实在后面出了很大的力 所以有时候呢 我也很感谢神 让我这个 事业有稍稍的不顺利 然后我才会记得说 哦 对 其实除了我自己的能力以外 我其实 获得神很多 很多的祝福 好 所以呢 他每一次的启示当中呢 他每一次的启示当中呢 祖都指明了他怎么样获得梦境 好 所以呢 所以启示当然就很重要 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是在我们的工作中 启示对我们很重要 那那个罗树纳尔逊会长在2018年4月他继任的第一次 就是他继任先知的第一次演讲 就的标题是给教会的启示 给我们生活的启示 然后他就在那里讲到说 这个演讲里面有讲到说 每一项祝福的来到都是因为寻求 是因为听从圣灵的指示 然后他有讲到说 朗卓书会长就有说 这是每位后期圣徒至高的特权 我们有权利在每天的生活中 获得圣灵的显示 自从我有了总会会长的新召唤后 圣灵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主非常愿意启示他的心意和旨意 接受启示的特权是神赐予他儿女最伟大的启示之一 所以呢神是会给我们启示的 而给获得启示是我们的特权 这是身为神的儿女的特权 就是我们都有权利获得启示 然后透过圣灵的显示 主会在我们追求一切正义的事情上 给予协助 我记得在手术室里 我站在病人的旁边 不确定要如何执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手术 这个手术让他体验到圣灵在我脑海中 图解说明了这项技术 所以他有说这是透过圣灵的显示在一切正义的事情上 会给我们协助 正义的事会给予协助 好所以他讲到他一个 其实之前就有讲过 甚至被有被好像有被拍成影片的一个经验 就是有一个教会的教长来找他要动那个心脏的手术 那他当时没有人动过这个心脏手术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当他回教长的时候 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这个教长就跟他讲说 是主要我来找你的 所以呢他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要到手术间之前 他的助手问他要怎么做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手术 可是在他开始动手术以后 就像他刚才说的 他又体验到圣灵在我的脑海中 图解说明了这项手术 这项技术 所以他有看到该怎么样做什么 怎么样做什么 所以后来他就完成了这个手术 也成为当时这样手术的第一次的先进的做法 就是第一个这样开手术的这样子的成功的例子 好 然后他也说他担任十二使徒的时候 每天都祈祷寻求启示 每次主对我的心思意念说话的时候 我都感谢他 想象一下这样的奇迹 无论我们的教会召唤是什么 都可以向神祈求获得指引和启示 在危险和使人分心的事上受到警告 并有能力完成我们无法独立完成的事 如果我们真的受到圣灵 学会分辨并理解他的提醒 我们就会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受到指引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很重要 就是祈求指引跟指示 在危险和使人分心的事上受到警告 然后呢 他说 可是他后来遇到最严峻的任务就是 他要怎么样从他十二位弟兄里面选择两个 只有两个来当他的资历 而所有的十二位使徒 都是他爱的也尊敬的弟兄 所以他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说 因为他有良好的 知道灵感要以良好的资讯为基础 所以他有透过祈祷 而且跟每一个使徒单独面谈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有趣的事情 使徒被面谈 被谁面谈 被总会会长面谈 时尚最高等级的面谈 那个会长面谈使徒这样 不好意思 让我有点打趣一下 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这种画面 一个使徒被面谈这样 好 然后我自己就引到圣殿的一个 私密的房间里寻求主的旨意 我见证主启示我选择 达林乌克斯会长和爱宁和你会长 在总会会长团担任我的资历 那当然他也讲到说 是因为灵感 所以他召唤了江文汉长老 跟尤里西斯苏瑞长老 使他们也同 就是一起被召唤为新的十二使徒 然后他又解释到 他说当总会会长团跟十二使徒议会 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们的会议室就成了启示 只是 圣灵是明显的在场 我又要小小的打趣一下 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15个教会最高的领袖聚会的地方 没有圣灵是什么样子 这个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圣灵很明显的会在场 一个使徒在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圣灵 15个使徒会是什么样子 超强 超强 超强的 我认为 他说当我们为复杂的问题 绞尽脑汁时 每位使徒都会畅所欲言的 表达自己的看法跟观点 展开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 他说虽然我们当初的看法不尽相同 但对彼此的爱是不变的 我们的合一使我们能分辨主对他教会的旨意 他说我们的会议中向来不是采取多数诀 好 总会会长团跟十二使徒的会议 不会用多数诀 他们只会用合一诀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 对这件事情有同一的看法 他们就不会下决定 好 所以他们会透过 祈祷 仔细聆听彼此 互相交谈 他说直到我们变得一致 当我们达到完全一致后 圣灵合一的影响力就会让人激动不已 我们体验到先知约瑟斯密所知道的 他教导 我们若能感情融洽 就能获得神的力量 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 定而主没有一位成员 会根据自己的 自己最好的判断来为主的教会做决定 不是的 都不是用这样的方法 只用合一决定 当他们完全一致的时候 他们才会制定教会的新的政策 新的方向 或什么的 所以呢 这是他说是先知约瑟斯密 为我们设立了解决问题的模式 是什么 就是雅各苏第一章第五节的 说的 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 可以求问神 那这样的应许吸引了约瑟斯密 让他获得个人的启示 而他开启了最后的这个福音器 那你呢 我们呢 我们要祈求神为我们开启什么 我们缺乏什么样的智慧呢 当然他是说用你 我把它盖成我们 或是我们感觉迫切需要知道什么 或了解什么呢 从先知约瑟斯的榜样 找到我们个人可以经常去的安静的地方 在神前牵引自己 向天父请住你的心 转向他寻求安慰 答案和安慰 所以呢 我真的要想的是 我自己真的 最近真的是缺乏智慧 但是呢 我又靠着自己的能力太久 所以我忘记 或者说 我不好意思为这些事情请求 我就忘了要祈祷 以至于我没有为这些困难祈祷 我就没有祈祷 所以我就没有获得我个人的启示 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不是不要麻烦天父 我自己来就好了 而这某个程度呢 就是一个 骄傲 OK 所以呢 他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请吐你的担忧 害怕软弱 当然还有你内心深刻的渴望 然后倾听 把你脑海浮现的想法写下来 记录你的感受 然后根据你受到的提示采取行动 当你每天每月每年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你就会逐渐了解启示的原则 神真的想要对你说话吗 是的 能阻止全能者从天上请械知事 到后期圣徒头上 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相识 密苏里河的 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一样 所以他说你不必怀疑什么是真的 你不必怀疑谁可以让你安心信任 透过个人的启示你可以获得自己的见证 所以不需要去信靠人 所以知道摩门经是神的话 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 是主的教会 对于什么是真的真实的 不管别人说什么 没有人能够夺取你心中和意念中的见证 所以他说要呼吁各位 扩展你目前的灵性能力 以获得个人的启示 因为足以应许 你若寻求 就必获得启示上加启示 知识上加知识 使你能知道奥秘及令人平安的事 带来喜乐及带来永生的事 若要开启诸天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做到下面的事情 更加纯洁 确实服从 热切寻求 每天从摩门经里保享基督的话 还要经常去圣殿 做家谱事工 当然还有许多时候 你还是会感觉到诸天是紧闭的 但我应许 只要你继续服从 对主赐给你的每项祝福表达感谢 并且耐心接受主的时间表 你就会获得所寻求的知识和领解力 主赐给你的每项祝福 甚至奇迹将随持而来 这个就是个人启示对你的用处 所以他说我对未来非常的乐观 我们每个人满是机会可以进步 贡献 将福音带到世界各角落 但对于未来的日子 我也不是那么天真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 越来越有争议的世界里 随时都可以使用社群媒体 24小时巡回播放的新闻 用连续不断的信息轰炸我们 他说如果我们还是希望 如果我们还希望筛选 武术的声音和攻击真理的世人哲学 就必须学习接受启示 所以这么多的资讯 这么多的东西在吸引我们 我们真的需要筛选 而这个需要个人的启示 所以他说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 耶稣基督 从现在大家再次来临这段期间 执行了一些极其伟大的事工 我们会看到 这是2018年说的 所以2019年就开始有 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是多么特别的事情 他说再念一次 他说从现在到他再次来临这段期间 救主会执行一些极其伟大的事工 我们会看到奇妙的迹象显示 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将在威严和荣耀中逐龄这招会 但未来的日子 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 指示和安慰的力量 我们不肯在灵性上存活 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恳请各位增强获得启示的灵性能力 让这个复活节主日成为你们人生的关键时刻 选择从事必要的属灵工作来享有圣灵的恩赐 并且更长更清楚的听到灵的声音 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 圣灵将永远向你们见证你们最重要的真理 这真理是什么 耶稣基督是活神的 他活着 他是我们和父的代变者 我们的典范 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纪念他的赎罪牺牲 他的复活和神心 这是他的教会 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增加我们获得启示的属灵的力量 这样我们才不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真的被带走了 那另外呢在2019年10月 妮雪回格姐妹 在她属灵的力量里面也谈到了 有四个方法可以增强我们属灵的力量 来获得启示 他说第一个 刻意创造时间和空间来聆听神的声音 他说当你运用自己的选择权 每天抽出时间来接近神的声音 尤其是摩尔蒙经中神的声音的时候 经过一段声音 他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也熟悉 第二个 采取行动 好不拖延 当你得到圣灵提示 并刻意采取行动时 你就能成为主的工具 采取行动次数越多 对圣灵的声音就越熟悉 你会越来越容易辨认出主的指引 如果拖延 你可能会忘记圣灵的提醒或措施 为神去帮助某个人的机会 第三个 他说从神那里得到你的差事 他说父热切的想要回答你的 祷告 就是我们祈求能够获得指引 去找到需要我们帮忙的人 所以爱灵和灵会讲成教导我们说 要借由求问神 知道我们可以为他去帮忙谁 来获得我们的启示 他说如果你提出这样的问题 圣灵就会降临 你就会感觉到柔和的督促 知道你可以为他人做哪些事 当你着手去做这些事 你就是在做主的差事 当你做主的差事 你就有资格获得圣灵的恩赐 那第四个是相信与信任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完成 有时圣灵可能会召唤我们走另外一条路 那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建立神的国度 成为与神立约跟遵守圣约的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但是如果我们忠信的话 成为他忠信的门徒 就可以获得他为我们量身定制 然后呢可以获得与他诫命相符的个人灵感与启示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信任他 我们需要忠信 这样就可以得到为我们自己量身定做的个人的灵感和启示 所以呢 首先我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人生 一生当中会有一些起起伏伏 约瑟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而我们怎么样在每一次的起伏当中 都借着我们的忠信 我们的福从诫命 能够有神的同在 能够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亨通 能够让我们的客户 让我们的长官 让我们的上级愿意把一切都交给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值得信任的 因为我们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有受审祝福的 那另外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成就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嫉妒 因为别人的增加不代表我们会减少 我们一起来享受 一起来拥有这些事情不是更好吗 为别人高兴我想我们也会 会有不一样的拓展 就是真心的为别人的成就高兴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品格 那第二个就是启示 当约瑟去解这些梦的时候 是因为神给他的力量 因为他说解梦出于神 不在乎我 不是由他的力量来的 所以我们的确 特别是我们的会章就告诉我们 我们是可以获得我们个人的启示的 神是多么希望给我们启示 而他们十二使徒 也都因为这样而获得他们的启示 所以愿我们都能够通过我们生命当中 高高低低不同的波浪跟考验 而因为我们是中性的 因为我们渴望获得神的启示 也配上获得神的启示 就可以在每一次 不管高高低低当中 不论环境都一样喜乐 因为我们获得个人的启示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高高低低 不一样的这些考验跟挫折 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 门徒的山崖当中 回家的路上走得很好 而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